大家好,今天路过这一个荒废的园子,感觉似乎好久也没有人打理了,但是环境还是蛮可以的。 所以我过来探索一下,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 现在正是春暖花开,这里的气温蛮好的,蛮阴凉的。 这是一条河,但是上面已经满是浮屏和藻类,边上是一些垂柳。 大家看一下,这个林间小道上面已经满是落叶,似乎很久没有打理过。 草皮上也全是落叶。 旁边有好多鸟叫,但是这周围似乎一个人都没有。 我们继续往前走。 大家看看,这个上面有个很大的鸟窝。 这边是一大片的枣树林。 等到秋季的时候,这里一定有很多的枣子。 大家看到了吗?这个河里面好多鱼。 这两个人直接滑着小船在湖面上捞鱼就可以了。 鱼到处在这个芦苇道里面,在这个水草里面蹦。 多那几条鱼啊? 蛮大的呀,这个。 。 鱼会不断地蹦上水面啊。 这样,直接拿着网就可以捞了。 。 这里又是一个大鸟窝。 这里是香春林,不过有一些树好像已经枯萎掉了。 只有一点树还在发芽。 这个河边很多垂柳啊。 苏州这边到处都是这种垂柳。 春天就是好,到处都是开满的鲜花。 这里已经有点破败了。 整个园子逛下来到现在只看看到刚刚那两个捕鱼的人。 这里是它,是什么。 这种垂柳。 那我们先一个继续。 我们先摆索。